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下分封一闭 刘邦势力弱小 无力与相语抗衡 于是接受了张良的建议 在入蜀后烧毁了子武武的战岛 已是吴东顾之意 刘邦入蜀后 历经图治 恢复生产 养精蓄锐 刺激出川 韩信明修子武武战岛 暗渡陈仓岛 攻下陈仓 就意味着打开了北上的大门很快 机会来了 其乡田中不满项羽的分封 在山东作乱 项羽率军前去平定 刘邦以韩信为将 决定东项羽 项羽争霸 汉中和关中之间横跟着秦陵 有四条路可走 如何突破关中三王的封锁呢 韩信很是废了一番周折 他以周伯 凡快为先锋 命令他们修复子武谷的战岛 张韩不以为意 照这种修法 修三年也修不完 尽管如此 张韩也没有大意 把主力调至子武谷口防御汉军 展开权文 趁着三王的注意力被吸引 韩信帅主力从陈仓道翻过秦岭 悄悄抵达陈仓发起突袭 张韩听闻大惊 仓促之间率军持员 为韩信打败 陈仓一失 东进的道路被打通 汉军沿着位 水城胜追击 围困张韩与费丘 司马新 隆意投降 攻占了整个关中 至此 刘邦完全占领了关中 农友 汉中 八 楚地区 关东是纷乱的诸侯和秦灭六国前的局面和其相似 刘邦之所以能打败项羽 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突出汉中 占领了富饶的关中平原 韩信光是凭借暗渡陈仓之功 就足以机身名将之列 四百年后 天下大乱 刘备占据汉中和巴蜀 注定要重走一遍祖先走过的路 可惜 天命不在汉 诸葛亮偶心沥血 励志兴赴汉时 先后进行五次北伐军告失败 按理说你 诸葛亮北伐的路线和韩信 几乎一模一样 为何一成一败呢 其实 并不是诸葛亮用兵不如韩信 而是在诸葛亮时代 秦属之间的地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公元前156年的五度大地震 导致古汉水改道 不再流向汉中喷地 韩信北伐的时候 可以通过古汉水运兵运粮 不用担心后勤问题 诸葛亮就 惨了 失去了古汉水这条航道 即便发明了 牧牛流马也解决不了问题 一百斤粮食 倒有八十斤消耗在了路上 诸葛亮数次北伐 明明占尽优势 都因为粮食不足而退兵 另外 兵法讲究出奇至上 前人用过的办法不具备突然性 突袭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一次北伐走的岐山岛 因时接停而功败垂成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走的 就是韩信走过的陈仓岛 结果被曹真提前识破 派好招守陈仓 诸葛亮进攻了二十多天都没能攻下来 第三次是防守反击战 得到了武都 阴平二郡 第四次走的是奇山岛 目标是还算附数的隆用地区 本来已经占尽优势 因李延谎报粮草不足而仓促退兵 第五次北伐走的是包邪道 达到谷口的武藏园时 司马懿坚守不出 诸葛亮隐恨逝世 诸葛亮为何不走紫五谷呢 从图中可以看出 走紫五谷可以置地长安城 未然曾献上紫五谷习谋 被诸葛亮报绝 很大原因在于 民心的魏不在即 诸葛亮虽然打着心腹汉士的旗号 却得不到关中老百姓的支持 即使打下来也守不住 以攻带守的北伐 就成了赌国运的大决战 诸葛亮用兵谨慎 既赌不齐也不敢赌 韩信之所以能兵出关中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沾了刘邦的光 刘邦攻入咸阳时废除科政 约法三章 而赢得了民心 项羽因亨杀二十万关中降毒 而导致秦人愤恨 民心此消彼长 关中父老丹师胡将以赢王师 韩信才能顺利攻入关中 总之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天时 地理 人和 缺一不可 汉朝失去了号召力 诸葛亮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逆天改命 这就是鲁柱断言 还是不可复兴的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